我们来关心的是 CECC高调退场了 这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来看是一堆谜团没有解啊 阿中 现在找到新工作了吗 好 这场戏就这样落幕了吗 没有人要究责吗 中间的股票 股价剧烈涨跌爆起 像云霄飞车爆起爆落 大怒神 高端的股价到底有没有人在操控 有没有涉嫌内线交易 有没有我们的官员变成他们的行销员 中间有没有按盘交易 好 卫福部都没有责任吗 就这样子传过水无痕了吗 就没事了吗 解散说啊 大家就一起散了吗 好 来看看的是 大家都在问了 其实呢 我们这一阵子 这三年来的疫情 缺疫苗啦 要疫苗 没有疫苗 要快塞 没有快塞 要口罩也缺口罩 药品也没有 也缺药品 要缺要整合 也没有人整合 台湾在疫情的 这个整一波一波的海啸当中 刚开始还OK 后来啊 完成了一团 大家也真的是有目共睹啦 那大家也都在问了 高端疫苗EUA审查资讯 有没有 是否外泄报告 有没有 有没有追 还是根本 这个呢 中心散了 就没人在查这件事情了 还有有媒体报导 审查资讯 但是呢 来看的是在110年7月13号 当时布演了新闻台 质疑综合抗体数据 极糟糕耶 这么糟糕的一个抗体数据 还要来推嘛 那CDE是所有引用文件的单位 泄露的可能 当然还没有办法 上无法排除嘛 好 有没有可能就是你们泄露出去的呢 中间到底有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有非常多的一些争议 那当然来看看是近一年超额的死亡率 在2022年的6月 超额死亡率40% 2022的9月 超额死亡率12% 2022年到12月呢 超额死亡率有20% 到2023年 超额死亡率25% 有没有发现 好 原本很高 然后中间一度呢 掉下来 但是现在开始回升了 这个大家都在看 这个背后的超额死亡率 代表什么意义 代表是不是真的 其实我们的政府 把这个疫情 让成很多人不幸罹难 不幸死亡的这个数字 要想说划分 想要脱钩 想要撇折 但是数字会说话 这些超额 为什么比平常平均 过去的数字 同期的死亡率 为什么会飙升吗 为什么会超额呢 这个背后恐怕 大家也认为 跟我们的政府的防疫不利 种种相关的问题 没有疫苗 没有快膳 没有口罩 没有药品 没有整合等等 都脱不了责任 那当然大家也都在说 好 这样的一个状况 谁要负责 现在呢 好 这个中心算 好 看起来呢 解散了 找不到人了 是不是 没有人要负责了 然后大家就忘记了 就要忘记这件事情了吗 来看看陈秀希她怎么说 三月超额死亡的人数 大多与感染者伴随共病 或是国内医疗量能的不足 但是国内医疗量能的不足 有没有人来解决 还记得吗 之前连这个数字都能校正回归 那到底还有什么数字 是真的还是假的 大家怎么信啊 依据又在哪里 还有还有采购的合约 封存 好 你想看 抱歉 看不到 好 有没有会议记录 抱歉 也没有 三加十一 你想要会议记录 没有会议记录 没有采购合约 没有会议记录 到底我们这些政府在干嘛 开会在干嘛 合约在怎么签的 好 都不知道 都如此的黑箱 按名模 好 另外还把这个疫情破口 推给万华了 万华员也真的是很随很倒霉 破口怎么会在万华呢 万华也是受贷户最严重 刚开始第一个最无辜的好吗 总而言之 这么多一头拉骨的争议 就是我们这一回 好 我们现在执政党 搞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陈时中 很多网友就说 你还有脸来参加 好 这个记者会是不是 好 反正陈时中呢 就说了 背后有很多痛苦 辛苦 心酸 决策 百感交集啦 但是问题是 我们的政府官员 百感交集 人民恐怕 欲哭无泪 更百感交集了 好 许巧新就说 哎 怎么没有道歉 也没有答案 好 你连道个歉也没有 这是更不要说这些黑箱不知道黑有多黑的这些答案 又在哪里 看起来又要深埋在水中 又要封存不知道几年了吗 好 吴子佳其实他也爆料说 首任的农业部长 恐怕不是陈吉仲呢 陈吉仲不是哭了吗 恐怕不是他身官呢 是谁 是陈时中出任啊 他是呢 吴子佳的爆料啦 当然呢 许巧新也在追问 为什么当时候要抹黑挡着郭台铭董事长采购BNT辉瑞疫苗 还有还有我方的这个我国的疫苗采购的过程跟金额 哎 到底怎么买的嘛 到底钱多少嘛 该不会都没有合约 该不会都没有会议记录吧 还有第三个 为什么要护航高端疫苗呢 它的保护力到底是多少 值得你这样护航 一再护 二护 三护 还有疫情期间有多少次透明的传染病防治法 施压媒体第四全 你敢说吗 另外呢 当初在大陆的小民们 这些小民们很可怜耶 为什么不让他们回到台湾 那请问你们不让小民们回台湾的决策过程 又是什么 依据又是什么呢 好 看起来这些答案可能都没有了啦 第六点他还执疑防疫的预算 好多钱 砸了8800亿 8800亿这么多的钱 请问你们这个钱是怎么花的 有没有花在刀口上呢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试试连线秀秀的老朋友 也是好朋友啦 徐宏廷 宏廷早安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议员徐宏廷 是宏廷其实问证一直都很认真 要跟宏廷一起来讨论 这个疫情指挥中心要解编 但是留下一头拉骨的谜团 好像看起来就没有答案了 也不告诉大家答案了 反正就是想让大家就忘了 反正台湾人很健忘 从来不让大陆小民回到台湾 疫苗口罩也不够到高端的调查报告的风存 甚至还有超额死亡 这么多的问题 每一个有答案 也没有一个道歉 全部就这个刷 结战之后没了 大家就忘了是不是 吴子佳爆料 其实陈时中将会是下一任的农业部长 这是吴子佳的爆料了 他说把烂摊子放着不管 看起来马上又有新工作了耶 根本都不用丑耶 宏廷怎么看 我想整个台湾有必要就所谓疫情时候 指挥中心全部的一些决策 那做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回顾 不管是针对一开始 为什么我们会缺口罩 然后到后面为什么我们的疫苗 会稀缺成这个样子 还有我们针对快筛 还有甚至我们过去所讲的 拖一快筛这样的一个部分 指挥中心都有一些跟民众 一般来讲的我们民众思维 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决策 而在这些决策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厂商 或者是所谓生技医疗的这样的一个厂商 在这中间获利 那这样的一个获利 到底最后来自哪个地方 那他们的获利 是不是建立在所谓的 这个资讯上面的不对等 或甚至就是说我们行政的这个 这个相关的这些系统 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特权 以高端来讲 坦白讲 到现在为止指挥中心还没有告诉我们说 我们当初最早讲说新冠疫苗要成为 所谓的这个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产业 必须要由国产疫苗自己在做 但我们不只没有拿到WHO的认证 到现在我们的高端 从所谓的这个新冠疫苗 国产 国家安全的制造厂商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制造流感疫苗 跟肠病毒的这样的一个厂商 而且他的这个营收到现在 今年的所有的营收 到现在目前是零 并没有任何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收入 而这样子的一个上市个公司 居然可以在股价整个涨上去五倍以后 然后再调回来剩20% 我觉得这是完全的不合理 所以整个民进党如果要怎么用人 坦白讲那是民进党政权 他们自己的 他们自己的行政财良权 跟他们的特权 可是在他们用人之前 我觉得他们有必要讲清楚 说明白过去 所有陈时中的这样的一个决策 是不是有人谋不张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有所谓的这个特权 狐利业者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些就是我们台湾民众 目前为止我们最关心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陈时中 在上一次的这个台北市长选举里面 他会只拿到31%的选票 这表示整个光台北市 就有将近七成的民众 对他的执政能力 对他的管理能力是有疑虑的 我觉得这些问题 陈时中必须讲清楚说明白 他才有可能进到下一步 才来考虑他接下来 有没有新的工作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